在寒冷的冬天 没有什么比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更解馋了 不过作为资深肥宅 这是懒得出门 而且一个人吃火锅好尴尬 可吃不到又馋得睡不着 要不说懒人推动世界发展 网红食品自热火锅诞生了 只需要加水静置15分钟 一碗热气腾腾的火锅就制作完成了 是不是很方便 那自热火锅的加热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一会儿工夫就能做好呢 自热火锅特殊构造就在于它的加热层 里面有一个自热包 搭入水之后 这些化学物品会发生反应 致使水温上升加热食物 其实自热火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它在几十年全就存在了 最早是用于抢险救灾 部队保障和野外探险等特殊环境 是作为军用食品的 近些年开始逐步走向民用 人们还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自热产品 比如自热米饭自热米线等 想一想在寒冷冬季 家里同一项自热火锅 外面下着雪 你一个人窝的被窝里是火锅 时间多么爽的事情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